如果在一座荒島上有三十二個男人 只有一個女人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是一場悲劇嗎 歷史上真的有這種事 對啊 如果一座荒島上有三十二個男人 跟一個女生的話 對男生跟女生來說都是悲劇 不患寡患不君 可是事實上 這不是我們現在談的故事 不是什麼石禁秀啊 什麼電影情節 我要談的是真人真事發生的東西 是在日本真實歷史安塔納漢島事件 安塔納漢島就在南洋 然後在南洋的一個小島 那這個小島裡面呢 本來那時候在二戰的晚期 這些小島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 前線補給基地 在裡面或許是種香蕉 或許是種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就往前線去送 那個時候有很多這個日本的人 在這邊去做所謂監工 那這個人的女主角都說 比加盒子 這是本人 本尊照片 比加盒子 那時候才二十一歲的時候 就跟著丈夫到安塔納漢島 去那邊管理土著去種椰子 那這樣子 但這邊呢 整個頭上有十幾位土著 然後只有三個日本人 一個日本人是比加盒子 然後這個比加盒子 還有他的老公 還有這個老公的上司 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正常的工作對不對 可是悲劇就從這邊開始 一開始是這樣子 他的老公呢要坐船出去 在坐船出去的時候遇到空襲 遇到空襲 然後他老公就音訊全無啦 那他當然會覺得說 那我的老公 可能已經就就就往生了嘛 那這些島上就只有他 還有老公的上司 那只有這兩個人 然後他有一大堆土著嘛 對不對 那他怎麼辦呢 顧家寡人嘛 所以他最後呢 先跟他的上司日下部 這邊兩個人就決定結婚 到這邊為止 坦白講都還算是 還可以 還算是個正常的故事 一路歪樓 接下來一路歪樓 一路歪樓 接著呢 因為這邊整個南洋 是日本的前進基地 但美軍在做跳倒轟炸的時候 也是要把日本的前進基地 一個個打掉 然後呢 後來呢 在某一天沒有隔很久 幾個月後 就發現附近有艘船的擱淺 擱淺的這個船是日本的運送戰盃的物資船 被美軍集成的嘛 然後一口氣來了二十一個人 十名日本軍人跟二十一名 一次來三十一個人 那這三十一個人來到這島上就熱鬧 那原本的三十一個 三十一個人嘛 對不對 加上原本的他的後來的老公 日下部嘛 對不對 就三十二個男生 然後對他一個女生 那一開始呢 當然日本也是客客氣氣的啦 也不會特別怎麼樣 那一開始大家也覺得說有個伴 大家來聊天 在這個島上等等等等的 結果呢 結果呢開始歪樓 開始歪樓原因是什麼呢 他們發現這島上有個山 然後這島上有一個山呢 竟然有個墜毀的美軍的戰鬥機 有墜毀的 墜毀的美軍的戰鬥機的時候 發現有四把破碎的手槍 可能有的是槍餅壞掉 有的是槍管壞掉 可是這四把他們兜兜 發現可以兜成兩把手槍 那有槍狀況就不一樣了 在這個島上原本大家 磕磕磕磕磕的 你你你你你尊敬我 我尊敬你 可是當拿到一把槍的時候 有槍的人就是老大 有槍就有權利了 對 所以有槍的人就開始恐嚇這個男子說 你把你老婆讓給我 不然我就殺了你 沒辦法嘛 形勢比人強嘛 所以這個他原本他老公的上司日下部就好 只好把這位可憐的女子 叫做比嘉盒子呢 讓給了那兩位有槍的日本士兵 大家就是這時候就知道了 日本士兵竟然有槍就是老大 那我要怎麼當老大 我搶槍就好啦 所以開始有莫名其妙 就說你看有槍的人 莫名其妙就死掉 可能今天醉到懸崖裡面 然後隔天中毒 然後某天消失 所以這個槍就不斷的輪轉 不斷輪轉過程中 他這是劇照 後來有拍成電影 他也不斷的換老公 這變成一個詛咒了 變成一個詛咒 變成一個詛咒 變成說對於我來說 我是女生來說 我這樣誰有槍我就去服侍誰 是個很悲劇的事情 可是對裡面男生來說 為了要搶這個槍 他等於是就是要勾心斗腳 然後人家也不相信 對 好 那在這個時候遇到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就說 日本戰敗 日本戰敗的時候 然後就美軍的船過來 到這個島嶼中間 因為其實美軍一直知道 他們有這群人存在 然後美軍就傳過來 就跟他們說 你們日本已經戰敗了 請你投降 我們會協助你回到日本 他們不願意相信嗎 我們怎麼可能會戰敗 他們可能大日本帝國會輸 大日本帝國怎麼會輸 所以他們是選擇繼續 在這個島嶼上繼續生活 那後來沒有辦法 對不對 非常多的人 莫名其妙的死亡 一死亡 他就換一個人服事 死亡就換一個人服事 那那個時候呢 他們裡面的人就說 這樣搞下去 因為已經死了十一個 你要知道三十二個男子 已經死了十一個 剩二十一個人 裡面的人就在說 這樣搞下去的話 我沒辦法 那那那怎麼辦呢 後來他們就想收主意 那很簡單 大家搶槍 其實是為了搶女人嘛 我們把這女人殺了 把這女人殺的話 那就沒有分 那就何必搶槍了 就為了欣賞生命 因為這個島嶼上 唯一有價值的資產 對他們來說是這個女生啊 什麼椰子土豬都走掉 因為美軍一宣布說 戰賣土豬就走掉 所以裡面都沒有人 所以他們就好 那我們把這女生殺了 所以比嘉盒子是 真的是很悲劇的 然後但是因為裡面 還是可能也是有些勞情人 或是說暗戀他很久的人 就跟比嘉盒子通風暴信 聽到他們要殺他之後 你看他們絕對要殺掉盒子 對不對 結果他就連夜逃到這個島的 另外一邊躲起來 然後躲著躲著躲著 三十三天後 有美國船 又過來的時候 他就跟美國求救 就回到了日本 那回到日本的時候 另外一個悲劇又開始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 這整整個故事 其實就是五三四年 四五年的事情 大家不用想像說什麼 一拖拖十年二十年 沒那麼長 就三五年的事情 好他回到日本的時候 結果發現他的老公 根本沒死掉 根本沒死 也沒回來找他 他老公以為他死掉 因為那時候空襲 沒死掉就算 他老公也結婚了 所以他另外結婚了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再回去了 然後他回到日本之後 告訴日本政府 還要告訴這些剩餘的 二十幾位的日本士兵 說這個家人說 其實你的家人沒有死掉 都在這個島上 不願意相信日本帝國戰敗 事實 那很多家人就開始寫家書啊 就譬如說 李正好在島上 趕快回來 我很想念你啊等等 結果他們這二十幾個人 收到兩百多封家書 他們還是不願意投降 他們一直以為這是美軍的圈套 要要要誘補他們 到最後呢 終於有一個受不了投降後 後來全部都投降 好全部都投降之後 你看說出島上故事後 日本官方接島上十九人回家 轟動日本 他那兩年來 那兩年到處去演講 然後還有拍成電影 叫做安塔那漢道 結果呢 因為他不斷去演講等等 可是社會評價不是太好嗎 因為那畢竟是很傳統的 對不對 你一個女生 然後侍奉這麼多男生 他就引來無數的惡意攻擊 甚至一肚子 以脫衣五娘為業 後來罵患腦瘤以四十九歲 離開人生 所以你看他的人生 其實坦白講也是非常非常的坎坷 你要想想看二十一歲到荒腦裡面 一個意外 不斷地服侍不同的男生 然後好不容易回到日本的時候 又被無數的惡意攻擊 錢不夠當脫衣五娘 然後後來罵患腦瘤四十九歲 離開人生 這個真的是個悲劇 所以不換寡換不去